jessica 我们这次唱了一首 很有趣的歌曲 哎呀 哎呀 你喜欢歌曲吗 非常有趣 对 很有趣 原本歌手是个有趣的男人 真的吗 女人吗 对 因为我很爱 从小听 她写了很 有趣的歌 有趣的歌 让我展示一下 别让我主动愿意 要么习惯习惯 要么开门开门 我觉得郑修妍的唱跳 是她的武器 所以这也是让我在这一期 产生了做这样舞台的一个想法 今天也是跟老师一直在商量 就是我们最终选的一些动作 是适合这首歌的 并且我能做好的 嗯 每一首歌 都有不同的感觉 和不同的风格 你只需要一首歌 一首歌 很难 很难 它好像是一首歌 我觉得那个 来进真空真空 我觉得那里可以不用唱 很趣对不对 没有问题 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它太难了对你 没有必要 好 龙老师太腼腆了 龙老师 你把你那个 说唱时那个劲 贯穿于拳手 行 我再调整调整 对于龙龙来说 唱跳也很挑战 所以大家都在探索 属于自己的那个极限在哪里 上一次也跟崔姨老师约定过 说这次要带来一个唱跳舞台 然后又是跟Jessica 我觉得一切都很顺 这首歌如果不跳起来的话 会很遗憾 人爱一次让人转白不尽 有心中定还选择 又情分不坏 之瞬 可你的曲线彻底 带乱我的方程 演演翻成更专的我也想见 我突然熟悉 拼凑 我以必要在明花子 我没有特异功能 不会让爱情永恒 可你的初线改变我的以贯口吻 一瞬间脑子垃圾 是挖澜里拿拢 爱你的心 你到底爱不爱我 哎呀呀 要么失恋失恋 要么失眠失眠 告诉我你的消息 哎呀呀 要么撕裂撕裂 要么断练断练 别让我就懂得你 哎呀呀 要么失恋习惯 要么改变改变 我不想再来再来你 哎呀呀 别让我的爱情 永远藏在心里 嘿 哎呀 在运行 啊放放放 没什么大不了我 哎呀 当着爱情要始末中 一次两次就称狂称空 努力爱恋着就是武功 来情绝对靠本身的繁重 没有道理啊啊 这心动哦哦 i need you i love you 就让我很快乐更加愁 我老板每天加班烦恼一大框 我领听负极半夜超过一面驾傲 我全面十点干杯流伤一碗汤 我自己写思滴滴 你还不想要 你到底爱不爱我 哎呀呀 要么失恋失恋 要么失眠失眠 告诉我你的消息 哎呀呀 要么思念思念 要么锻炼锻炼 你让我主动耶 你哎呀呀 要么习惯习惯 要么改变改变 我不想再来太去 哎呀呀 别乱我的爱情 永远存在心里 爱你的心 啊 放放放 没什么大不了我放放放 在你的心 啊 放放放 被爱情 扫了一条 哎呀 嘿 爱你的心 啊放放放 得不到你的回应 要放放 在你的心 啊放放放 被自己 扫了一条 哎呀 爱你的心 啊放放放 别想要大不了我放放放 在你的心 啊放放放 被爱情 扫了一条 哎呀 最后的这一条 我的妈呀 可以可以可以 她耳朵又红了 掌声都送给欧苏楼 送给杰西卡 今天开始 你是唱跳歌手 哎真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可能就是很顺其自然的一种选歌 因为其实上次跟那个崔老师有个约定嘛就是说这次想要做一个唱跳 而且我也觉得我跟这次看认识也很久了然后其实我觉得呃跟他合作的话一定得是个舞曲 之前呢他跟薛凯齐合作的时候是小手呢轻轻的搭肩膀哎 上一期呢跟亮影合作的时候呢是轻轻的搭个腰 哎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这次坦白来讲进步不大 哈哈哈哈 但确实可能哎跟之前两首歌连在一起啊确实有一个进阶的感觉啊 啊那么下一期呃我可能不会再走这个路线了啊 哈哈哈哈 就到这里就为止了 是吧啊好的 嗯 嗯 上台之前我在后台我看看龙龙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说哇我好期待你要唱跳了 因为我发现他反复的在跳不同风格的舞发现了吗 从凯齐开始啊然后到我到Jessica他为什么跟谁都有一种就是被强迫的感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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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看到他跳舞太欢乐了 但我觉得要回到音乐上面我刚刚看中间是不是又有新的你重新写的部分 对我觉得每次其实汪素龙一直在给大家展示不一样的音乐风格 我想听听他对对这个编曲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音乐有两个不会错的东西就是一个是把新的东西做旧 还有一个是把旧的东西做新 那这首歌可能对我们来说有一些年头了 然后它它是很属于那个时代的流行 那我可能用最新的一些东西去包装它 我觉得会给它一种很新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因为Jessica的加入 所以我想要这首歌变得有一点性感 有一点魅惑 所以我们加了比较中东的元素 可能加了一些比较异域风情的东西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这首歌里面的那种特殊的魅力 詹斯科也是真的很厉害 她那一天就跟我说了 说其实每一次她一唱完一首歌 她都把歌词给丢了 因为她要记住无数个中文字 然后呢所以我就短时间内看到他们一起去唱跳舞 我觉得我可以在这儿看到我好幸福 谢谢 谢谢 这是一个中文难学吗 特别难 今天我听出来了这个不仅是热情表达自己的爱情 还是有一种烦恼 因为对方没有回应 所以我觉得很有灵性的一个rap的词 就是我老板每天加班烦恼一大框那几句 就让我觉得真的这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已经让我烦恼的事情 然后我喜欢的人还没有给我回应 我觉得这个改编就非常好 非常有灵性 我非常的喜欢 这个作品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而且龙龙从来没有试过安全牌 这一点我觉得是的确值得夸奖的 我特别期待你下面还会玩什么 谢谢 谢谢大家